然后蔡政府连明年BNT也要党吗 今年党 党到最后党失败了 还是进来了 所以明年继续党 真的吗 你真的要这样吗 所以这个板子上其实有两个强烈对比 叫做高端组跟BNT组 BNT是目前台湾民众最想打的疫苗 那高端的看起来是最不想打的疫苗 但是很奇怪 蔡政府这么聪明的蔡政府 都是博士 满满的博士内阁 一定要站在民意的对立面吗 民众喜欢的BNT 我们的蔡政府就不喜欢 民众不喜欢的高端 我们的政府就是喜欢 要给他满满的优惠等等 这个部分也让大家看得觉得很奇怪 对不起 民进党你们明年还想选吗 真的要这样乱搞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民意的展现 台湾多快啊 BNT才刚刚登记 一下子322万人 抢着登记BNT 有没有那些网站也是大当机 当得一塌糊涂 然后呢到这个郭台铭告诉大家嘛 今年已经承诺BNT 今年大概BNT 今年的到货量会800万到900万计 哇好多哦 一下子年底前 现在还剩下四个月嘛 就有800到900万计 今天大使我看到你的眼镜 已经充满笑意了 终于对不对 并且向BNT公司表达 明年会为台湾保留3000万计的额度 获得了不错的回应 希望政府有备无患 剩余量入为出 OK啊 对不对 有政府会做事 但没关系啦 我们有商人 有企业家帮政府做事也OK 这就叫做呢 我们的中央跟这个地方的 大家共同来合作嘛 跟这个民进来共同合作 但是人家苏仁昌怎么说呢 好像不是这样 指挥中心已经预购了莫德纳 等次世代疫苗 感谢台积电有零压瓷剂捐赠疫苗 也感谢郭董的善意提醒 然后呢 18岁到 先到这边 听到这边呢 大家觉得 你表面上讲的是好听的话 感谢感谢感谢 但怎么实质上 好像有种谢谢再联络的感觉 谢谢再联络 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他还告诉大家 只要怎样 只要是有效的 那政府都要超前部署 但是我们就是觉得 我们的政府没有超前部署 讲超前部署讲了好久 然后呢 前面是美国是日本送我们疫苗嘛 然后我们看到 打疫苗真的出了不少事 到现在为止国人也没有真相 然后BNT进来 我觉得应该是他应该怎么讲 大家会比较高兴 应该是说 OK 好 这三千万剂 我们这个郭董的意思 我们收到了 我们马上跟BNT进行对接 有这个最新的消息 我们立刻跟国人回报等等 而不是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买了很多很多 莫德纳等次世代疫苗 虽然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不错啦 但是有没有必要 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我先来问这个署长好不好 就说 现在全世界都在部署 所谓的次世代疫苗 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变种 还不止Delta等等 我们台湾在疫苗政策上 应该怎么做 我们看到目前是买买的莫德纳 对我们的政府之前就告诉大家嘛 买了多少买了多少 虽然买了多少 并不代表你买得到多少 今天这个柯文哲讲的很对 他说重点不是买疫苗啦 而是买到疫苗 有没有买到这才是重点嘛 我们之前吃了很大的亏 政府都说有 去年级就跟我们说有 后来就证明没有嘛 所以现在又开始开一大堆支票 买了多少多少的莫德纳 大家都觉得听听就好 到货之后你再来跟我表公 对不对 那另外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买的 全部都是莫德纳 这样OK嘛 所有国家都在分散风险 我们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基带 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对啊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本来觉得今年明明2021 为什么都还过得像2020 结果现在我们发现说 2022还会过得像2021 天啊 那个莫德纳他光今年的货 还欠我们一大堆 欠全世界一大堆 它产能就有问题嘛 那我先前也就在讲 我说mRNA疫苗是国际的主流 那莫德纳他的产能是有限的 所以大概被抢的我们很难拿到 所以BNT能拿就要尽量拿 这个是第一点 那我们政府今年所规划的量 大家就会看到说很哀怨啊 18多岁的19多岁的 然后跟不是阿公阿嬷而已 要争祖父争祖母 他都在抢疫苗 我们连今年的疫苗都还不够 因为他本来不来暗省 一千万剂买国产嘛 结果国产现在就知道说 高端出了状况 而且他量产能力也有问题 那莲亚呢 他这个EUA没有过 所以我们光光今年 在政府本来的布局里面 我们就还有空缺 好那明年的确要买次世代疫苗 那这个次世代疫苗 其实BNT跟莫德纳这两个 他们mRNA疫苗的优点 就是他要生产次世代疫苗 他那个小改款就可以了 他技术上是比较能做到的 所以呢就先下单为快 但是呢 第一个不能下那个空的单啊 我这还是有怀疑 他那个今年的莫德纳单 那个月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很怪你知道吗 明年一下单人家就给我们感谢了 今年怎么都没感谢过 要下真的单 那第二个呢要分散风险 真的是要分散风险 那分散风险除了mRNA疫苗以外 那包括代工 代工这件事情又停下来了 那么大家就看到日本跟韩国 他的国产疫苗 已经做到第二期以上了 他不敢给他EUA 他还是要他去做第三期 那么在现在 他本来是莫德纳跟BNT在撑 莫德纳到货的这个情况不理想以后 他就用他们代工的AZ来撑 所以是研发代工采购 这个要三管齐下 那这个代工的部分也停掉了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要学几次才学会 但是我们还想要受几次的苦 所以我是要劝这个苏貞昌院长 劝小英总统 像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再这样子 我也不太知道说 最近因为反转很多了 不太知道他们是不是 蓝军派去卧底的 大家继续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我觉得大家真的伤口上撒眼 太痛苦 太可怕了 光光现在大家的纠缠 都还没弄清楚 明年又要叫我们这样再来一次 然后又要霸王硬上弓 怕死人 拜托拜托 千万不要 我觉得这个疫情发展到现在为止 说实话每个台湾民众 几乎都是半个疫苗专家 半个疫情专家 因为有没有一路走过来 每个细节中间新闻 都找这个书章给大家上课 所以大家听着听着 也大概都明白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对于指挥中心 就是不相信 因为从过去到现在 他讲了太多唬烂的话 后来证明就不是如此 所以今天你上网看一下 对于苏贞昌这种感谢方式 大家真的火超大 你到PTT上去看一下 我今天看到 苏贞昌不只这样讲 他除了感谢之外 他还讲了一句话 叫做只要防疫有需要 政府都会超前部署 他讲这个话 大家就开始翻白眼 有没有 很生气 你从去年开始讲超前部署 然后你在骗我们 现在你又叫什么 只要防疫有需要 就会超前部署 那BNT有需要啊 你怎么不超前部署呢 然后你看看网友 我特别抄一下网友的话 网友说什么 救命疫苗不嫌多 还有网友说 超前部署 那你东西呢 你东西拿过来啊 还有人直接骂他讲X话 还有人说你想当BNT 你直接讲啊 你不要怎么左边上感谢 但是动作是用这个党 然后你看到民间来帮忙 不是好事吗 说实在政府帮忙 还用的是公堂 用的是我们的纳税钱 但是不管台积电啊 不管永龄啊 不管这个佛光山 或是这个慈记等等 用的是他们的钱呢 你想想看做善事 也帮我们省一点嘛 佛光山要买硬是不加买 佛光山日前想要捐赠疫苗不是吗 后来佛光山说我放下了 这个放下对不起 佛光山真的很有修养 但是我们一般民众真的做不到 怨念很深啊 最近收到卫福部的感谢函 上面写什么 本中心已经持续跟 各疫苗原厂联系洽谈中 意思就是谢谢再联络啦 你洽谈了半天 然后咧 请问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郭董现在告诉大家 今年的到货量就是800万到900万计 他希望呢在11月前 每周大概就是70万到80万计的到货量 如果是真的话 这是我们台湾8月以前最大的一个到货量 以前哪有 以前到货有没有 什么3万计5万计20万计 就已经很多了 现在每星期可以七八十万的这个到货量 所以说实在啦 民间的那个效率企业的效率 真的不是政府的效率可以比 你呢就负责审核 然后给他BUA 去审核这个疫苗的品质 下放给民间让你做事该多好 一个聪明的政府是不是应该这样 另一头就是嘛 我要特别问一下介大使 这个陈时中就讲 今天我们的造句呀 有没有 18到19岁 世上22月22也都很悲催啦 可以打AZ跟莫德纳 你又这样讲风凉话 疫苗咧 只是还没有排到 这不是废话吗 那我跟你讲你可以打啊 你三年后再来打 我也可以这样讲啊 做这样的安排非常痛苦 你看到民众真的很痛苦 但是台湾人太聪明了 你看看年轻人满满的求生欲 我要打疫苗 我用各式各样合法的手段去打 第一个残疾嘛 如果跟医生关系好的话 有没有 医生假设是你的阿姨啊 是你的叔叔啊 是你的波波啊 是你的左邻右舍 就是找医生要残疾 另外呢第一个网友说怎样 一位大学女生七月份呢 去应征牙医助理 门槛很低嘛 应征就应征上了 牙医助理可以打哦 造册打完两剂全打之后立刻离职 哈哈哈哈 这怎样 人家合法哦 这是合法哦 还有牙医同学的非医生女友 也通通打完了两剂莫德纳 当然这打完之后没有分手啦 好人家是真爱啦 我觉得不要批评这些打的人 他们都是动用的是合法手段 这个看出什么 年轻人满满的求生育 我要活下去 马上要开学了 我会担心 我的政府不让我打疫苗 所以我用各式各样 合法的手段去打 注意这些全部都是合法的手段 我们不要谴责这些人 该谴责的是政府 他们没有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世界大使今天这题大家超有气 我先问一下大家好了 同学们 第二类又来抢我们的BNT疫苗了 第二类又来抢BNT疫苗了 你怎么看 留言告诉我 我们共同来讨论好不好 您在公家单位服务国 为什么第二类打不完呢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李研究也说嘛 好不容易80万级的BNT 又要从一二三类开始打 第一类第三类 我们都没有意见 通通OK 为什么第二类又来了 就是靠着医护人员跟机组的掩护 还有这批人到底是谁 有多少 怎么打不完呢 这鬼怨吗 无限制的膨胀 这次要膨胀到多少人 来跟老百姓抢BNT 这是我们该拍桌的时候了 是不是 罗志强也问大家 为什么高端不是第二类先打 BNT又要从第二类先打 高端为什么不从第二类先打 民众党立委高宏安说 疫苗采购不该像苏仁昌讲的 已经买了3600万剂的 莫德纳就已经足够 你应该考虑到分散风险等等 但是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第二类 请问第二类还没打完吗 第二类它那个规定 本来写的就很松散 就是有很高的裁量权 谁裁量呢 蔡英文 苏贞昌跟陈时中 他们认为可以的就可以 什么叫跟这个中央跟这个地方政府 跟防疫有关的人员 所以像丁 丁一鸣 他随便编个理由 然后他们就说他符合 那其实 这样子说的话 看起来是所有公务人员都可以打 公务人员我们在法律上有 从宽解释跟从严解释 所以这个解释光你公务的人员这个解释 可能就会差三四倍人 那我们会从宽解释是为什么 因为公务人员要负比一般人民更强的责任 所以我们在制裁公务员的时候 都是从宽解释 你只要在执行公务 你犯了一些罪的话 就以公务员员的这种从严的这种 加重其刑的来解释 可是民进党一主政以后 公务员变成来享受的时候 吃香喝辣的时候 他给他重关解释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谴责 第二类公务人员 因为他们是被政府排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 前面AZ没有疫苗的时候 AZ他们先打 后来来个大家喜欢的莫德纳 他们也先打 然后高端就没有 然后BNT也是他们先打 让大家怀疑 所谓的第二类会不会就是一个掩护之词 你知道吗 就说为什么第二类怎么会打 到现在还没打完 照理说不是应该打得差不多了吗 所以我其实问了一些年轻的公务人员 他们都没打到 也就是低阶中阶都没打到 所以他这个解释完全由陈时中 可是我们只有食药署 他连他的外面的财团法人 因为他重判解释 他重判解释 他就可以把这些打到170% 帮官员加修电灯也都打了 可是所以大部分的公务人员 尤其中低层的公务人员 都被他们抓出来背书 其实他们都没打到 打到的都不是真正的公务人员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说穿了 第二类就是民进党当政者的亲朋好友 跟他们认定对他们有利的这些人 把他们一起都拉进来 就是如此而已 来做个掩护 来做个掩护 那其他的公务员被怎么样 被背了黑锅 所以中基层小官 甚至你不是政务官 你都没打到 那可是都被列入第二类 所以这些人真的 真的是把公务员拿来垫背 然后他们在后面上下起手 怎么样 吃香喝辣给自己人 所以第二类就这样 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不是打 他们打BNT不是打第一季 我觉得他们是打第二季 为什么最近又在谈 很多人第一季都没打 现在又在讲BNT混打了 对 现在又变成一个议题的 他过两天 陈时中又说可以混打 可以混打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又是这个第二类 假戒第二类 包括这些他们朋友 竟然来打第二季 因为刚刚开始 台湾疫情消息起来 那时候没有疫苗 只有AZ 所以大家咬着压去打AZ 现在就开放AZ 这个可以混打BNT 那很多人就想 我第一季打AZ AZ我又没有很喜欢 那时候我现在想混打 这个BNT 所以这些人呢 只要这个有台湾价值 通通被放到第二类里面 是不是 就混打的优先对象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我们厘清一个观念 我们不要去解释 不要去谴责那些 有求生育的人 像什么年轻人等等 也不要傻傻地去谴责 那些基层的公务人员 他们是无辜的 他们并没有说 我们要跟什么老年人争 我们要跟什么 什么第九类的 那个就纳相命争 这不是他们要去争的 是指挥中心 把他们放在第二类 但是放在第二类呢 我们一直要求 那你就公开名单嘛 各公署 各这个官员 他们不是都有些造册 各部会都有些造册名单吗 要不然你就公布嘛 对不对 他们又不肯公布 那打到现在为止 AZ啊 莫德纳打了好几轮 第二类竟然还没有打完 然后好不容易来个BNT呢 第二类又要开始 从第一类开始打 等于就要开始跟我们抢 请问一下之前 没有疫苗的时候 说什么有些诊所打特权 现在你觉得 是不是政府在制造特权 谢大使 他完全是特权 而且他这个特权 还要找一些 无辜者来替他怎么样 护航 所以现在这个 你去问十个有九个 基层的公务员 你问他有没有打 都没打到 对啊 那可是他打二十几万 你高层公务有那么多吗 打的谁呢 所以他就不公开 不公开他的这个名单嘛 而且我强烈怀疑 他这次是要打第二剂 他这次是要打第二剂 因为他现在让BNT混打以后 就让他们这一些上层 他们的像丁丁移民之类的 丁丁门要打第二剂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 就是这样玩到底了 然后他现在不买这个疫苗 我们台湾 人家现在美国在打第三剂 对啊 我们台湾现在打第二剂 我不晓得上次我听到 几乎是人口百分之二嘛 那你现在第一剂都没打完 第二剂才打百分之二 你有什么疫苗已经够的 像苏贞昌说 我已经买了这个莫德纳 三千五百万 我记得他一开始讲 是明后年交货 包括明年跟后年 而且还不见得拿得到 莫德纳产能有问题 而且他的我连尝试我都知道 Pfizer BNT 辉瑞是世界级大厂啊 对 他的量能那是我看全世界 大概第一流的 莫德纳是那位发明 这个mRNA疫苗的那位女士 他们重立了一个小公司 所以现在出了很多问题 你像日本前一阵子出了 他有168万剂 那个莫德纳他不敢打 因为为什么 有两个打死了 打死的原因 所以他发觉里面有金属污染 然后那一批是西班牙造的 所以莫德纳有的是在西班牙 好多地方造 他不像Pfizer 这个很多大家都知道 你买股票都要分散风险 你买疫苗 毒压莫德纳 当然应该是莫德纳跟高端 毒压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讨论一下 这个高端的问题 我说这是个对照组 BNT大家很想打 但是感觉上第二类又来抢 BNT是国际认证的 我们看到这个 他一切都符合科学程序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高端呢 高端的最大问题就在于 他不符合科学程序 我们对于高端 没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好物 只看他符不符合科学程序 但是很多数据他提不出来 连保护力他自己说他不知道 陈时中接着背书他也不知道 一个高端自己不知道保护力 还有一个指挥中心 不知道保护力的疫苗 这样子能打吗 你要给我们的政府元首都去打 我也真的是服了他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